要论国内最惨的文档软件开发公司 被金山办公莫属 早年先于微软开发出WPS 却被一部分人认为是山寨的office 近年开发出不同于WPS的在线文档 金山文档却一直被误认为和WPS是同一款产品 WPS和金山文档到底有什么区别呢 作为本地办公套件 WPS解决的核心问题是 文本编辑 文档演示 以及表格处理等等 我们往往需要借助它的丰富空间和功能 进行深度的排版和计算 比如一份论文或者一份合同 所以你至少需要一个安装包 来解决第一步的使用问题 并且所有的成品都以这些种类的格式来保存和传输 并同样在其他设备上安装WPS来打开 而作为在线文档 金山文档的特点在于 无需下载 高效协作 实施同步 你只需要顺手找个浏览器 设入这个网址 即可快速创建文档 表格 演示 表单 流程图等等 并通过右上角的分享按钮 快速分享给任何人 所有格式的文件都以一段链接来呈现 拥有权限的人 可以在电脑 手机 平板等任何设备上直接打开 在手机或平板上 你也可以使用金箱文档APP 或者它的微信小程序 使用传统的客户端产品 你可能需要不断经历版本的更替 电脑桌面上通常会堆砌几个 甚至数十个不同的文件 而在在线文档 比如金山文档中 永远都只有一个版本 其他人可以通过你分享的链接 参与创作 相互评论 批注 有意见 一起说 而且一次说清楚 不止如此 你还可以在历史记录中 看到所有的改动和协作足迹 当然 这并不代表协作文档不安全 当你分享给他人时 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 对文档设置查看或者编辑权限 并设置具体的有效期 对文档权限有更高要求管理的 也能设置指定人可查看或编辑 为了保护内容 你还可以设置 禁止查看者下载 另存和打印 除了方便的多人编辑文档外 和其他的在线工具有所不同的是 金山文档还开发了表单 会议 日历 待办 等功能 组合使用 形成一整套在线办公解决方案 让在线协同更加便利 按照这种方式 在金山文档当中 多人可以同时完成一份策划案 一份PPT 相比本地文档 效率提升不止数倍 你甚至可以通过这里 点击远程语音会议 和所有人一起激烈讨论 瞬间变成高效的云端会议室 收集学生或员工信息时 不再需要一个个接龙填写 只要在群里分发同一个链接或小程序 几乎就能在一两分钟内迅速搞定 如果填写者之间需要相互隐私 直接发送表单 所有人分别填写 信息一键汇总到表格 而且最多可以收集百万条信息 你可以在日历当中 兴建日程 添加具体的备注 地点 以及特定的提醒时间 并通过周视图和月视图 快速查看 也可以在代办中 兴建代办事项 设置到期和提醒时间 分配给团队中的特定人员 并且可以上传和日程相关的附件 更可以快速查看 分配给自己的任务 以及管理分组任务等等 当然 经商文档和WPS 并非完全独立 由于同宗同源 二者的关系 更像是一对优势互补的兄弟 你在使用经商文档时 可以获得和本地客户端类似的体验 比如顶部菜单 右肩菜单 布局方式 等等 就连WPS 原本独有的大量模板 也可以在经商文档中 直接使用 这也可能是经商文档 被误当成WPS的原因之一 其次 人们虽然越来越多地 借助在线文档工具 随时随地创作 修改和编辑 但正式的工作场景 对文档的格式和排版 仍然有着较高的要求 有的人可能从一部手机 开始随意创作 或者和其他人一起协作 然后再进行深度编辑 有的人可能一开始 就需要深度编辑 然后再和他人一起协作 并希望可以随时随地修改 云空间的共享 让经商文档和WPS 可以直接打开对方的内容 而且 由于两者之间的完美兼容 在任何一边打开的文档 都能保证格式的稳定 和编辑体验的原汁原味 总的来说 经商文档和WPS 虽然是亲兄弟 但他们有着各自不同的作用 一个着眼于日常办公中的 排版编辑 一个着眼于在线协同 不过他们之间的相互兼容性 可以让你在不同的办公场景当中 用起来更加自由 当然了 如果你还是分不清 哪个是哪个 注意右下角 当你看到这只可移动的 悬浮助手金小萌 就表示你正在使用 金山文档 在线协作的相关消息提醒和提示 都是通过它来完成的 最后你可以直接输入这个网址 或者在我们的微信公报台回复 金山文档直接体验 微信搜索TopBook 共享一千只高效技能视频